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该赔多少赔多少 如果跟我们没关系 他自然死亡的话 你这一开口二十万 你这叫敲诈呀 他生前在哪个语道 你们在哪拍的他 你们忘了 也就是说 这里边有两条雨 为什么偏偏死的是他呢 他运气不好 他离你们那个灯太近 你们那灯 把他烤得太厉害了 他不舒服 他死了 那你告诉我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就是那天 那天你们来拍的那天 就前天晚上 前天 如果是前天晚上死的话 他不应该这么僵硬 应该是软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从他这个软硬程度上来讲 他的死亡应该不超过十二个小时 据现场目击啊 你这个鱼缸 没有盖 它是从里边跳出来摔在地上摔死的 他是属于自杀 你说什么呢 我就没听说过鱼还有自杀的你 你没听说得多了 你要是真讹我们 出了门 左拐一占地 法院 我在那儿候着你 我说了 你就会有自杀 你这在 这在 我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 你这在那儿候 我会有什么 你这在那儿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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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就摸一下这个鱼的尸体啊 然后就问那鱼老板说 据这个鱼的死亡程度 这个鱼死亡时间不超过十二小时 看你的鱼缸盖子是开的 这个鱼一定是昨天晚上 从鱼缸里跳出来 它属于自杀 你还自杀在全体了 尖尖尖尖尖 他呀就是冷面大树 你说话特别喜欢体育人 我怀疑他童年没过好 我怀疑他 你怎么那么神 那不简直就是柯南啊 柯南 柯南眼睛多大呀 他那小嘟嘟眼 他顶多算是一个 敌人节 敌人节 还是一个会武功的敌人节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一个破案故事 没看出来呀 你这么淑女还喜欢听这个 没见过中口味的淑女啊 怎么哪哪都有你 阴魂不散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吃饭呀 朋友圈啊 温迪刚才发了给你们俩的自拍 我一张照片 你就能知道我在哪儿 一张照片的线索已经很多了 餐厅的装潢 菜品的风格 窗外的街道 我又经过我的分析 然后马上 分析什么呀分析什么呀 那盘队上写着那大字呢 看不出来呀 谁还不知道在哪儿啊 你真是 不过暗 李温以为自己是展大鹏呢 展大鹏 你们说这个展大鹏是谁啊 一个神奇的会破命案的冷面大叔 我的天 够穿越的 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 不是在想 这个大叔如果知道 这两位美女在唠叨她 是什么感觉呀 感冒了 大鹏 没有 不知道谁想我 观赏鱼店那期节目做完了 什么时候我给您看一下 我还看吗 这节目还没上呢 这就讹上我了 还得告我 一条鱼二十万 我闻所未闻 那这期节目不用了 上别的 这期先搁那儿 上美妆电商那期 那节目不是让我给毙了吗 那 那咱们手里没有被剥的节目了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您给方姐放了假 她不在 她不在 我这节目就做不了了 哥 出大事了 你看 盲横制片人展大鹏拒绝配偿昂贵龙 并出手打伤无辜电竹 这活扯了重伤 她怎么不说我把人给打死了 她和她的爱宠阴间团聚呢 谁信 哥 你别不当回事啊 现在这事都影响公司形象了 行了 别杞人忧天了 该干嘛干嘛去 没什么事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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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啦 你特意跑过来 为我们买单 我不是特意过来 来买单的 温迪 我们去东风吧 我的车 你要我坐这个去吗 到那儿我们就吹飞了 你说过 你喜欢夏天东风的呀 这个点去 正好能看到夕阳 我喜欢是喜欢 可我喜欢坐麦芭鹤去 还有事就先走了 问题 问题 你干吗老躲着我呀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咱俩就是在一块玩得还不错 没必要天天见呀 你讨厌我了 金宝 你真不如我喜欢的类型 别浪费时间了啊 不是 好 这好 这好 我期待